唱一些我自己的族語創作 我族語創作的靈感都是來自我的部落 然後因為我們部落有在做成長班 就是每個暑假主要在暑假會做成長班 然後成長班它的用意就是 由國高中生自己去做田調自己籌備 然後帶領同一個部落的國小生們 然後學習 講傳統文化太沉重 就是學習部落的故事或是部落的歌謠這種 然後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 然後聽到了一些故事啊 聽老人家分享一些事情 然後進而寫出了一些主語歌這樣 對然後接下來要帶來這首歌 它的我把它歌名定為是 Durak Kuni Erman 它的意思就是我是誰的孩子 那這首歌啊 它的我的靈感是來自就是 有一次我們在做田調的時候 然後老人家就在跟我們講以前早期的時候有孩子送養的 就是 應該講文化嘛我不知道 然後就是有些人他可能長到就是十七八歲才知道自己其實不是悲男主 他其實本來是客家人 或是他本來是在漢人的家成長 但是他長大才發現自己是原住民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他們一些心境啊 還有他們在找尋自我認同的過程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感覺很惆悵 就是長大了才知道自己是誰這樣子 所以就特別寫了這首歌 把這個想法記錄下來這樣子 好 那帶來這首歌 有誰的孩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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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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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